那么另外受到沃尔战争的影响 在欧洲这边 尤其是德国 是受到很大的能源的冲击 怎么说呢 收送俄罗斯的天然气到欧洲 尤其是德国的管线 北溪一号 那么之前是以年度保养为由 来暂停使用 目前是已经重新的来开启了 欧盟的职委会主席 冯德莱恩就警告说 要当心俄罗斯有可能 会完全的切断 北溪一号的供应 北溪一号在当地时间11号 开始进行年度保养 那么暂停营运了10天 那么已经在当地21号的早上 恢复供应天然气 也让德国民众松一口气 北溪一号是经由波罗的海 将天然气送到德国 但目前只有供应量呢 只有这个能产产能的30%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